空气品质的状况 那现在在高雄屏东的部分地区是来到了橘色的 代表对过敏的族群是比较不健康的 那至于说在这个气温方面来看的话 今天一大早外面的温度还是偏低的 马祖金门 澎湖跟昨天比较起来差不多 那台湾本岛这一带有些地方稍微上升 有些地方稍微下降一点 大部分地区现在的温度大概差不多12 13度的 那另外在这个天气系统的情况来看 这个空观地区的低温 在金门跟连江这两个地方是7度多 不过我们以连江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从最早这个温度最低的礼拜二的1.5度 然后上升到礼拜三的3度 礼拜四的6度 然后到了今天清晨的话 已经上升到了7度多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冷空气减弱 温度上升的状况 不过上升的速度都是比较慢的 许多地方都还在10度以下的低温 台湾本岛这一带 那主要当然是北边的高压移动的速度慢 地面图我们看一看天气系统变化的情况了 那我们看到北边的高压一直在这边 移动的速度慢 所以这整个范围还是把台湾包含在里面 就造成了我们的冷空气在减弱的时候 速度比较慢一点 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高压逐渐的慢慢的要移动出去了 但是还没有完全的离开 所以这整个范围还是把台湾给包含在里面 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的整个温度回升的速度比较慢 不过未来这两三天 它还会在慢慢的在移动出去的 温度上面慢慢的在回升 但是呢 未来这几天牵扯到温度的高低 可能还要看天空的云量 今天的云量会有减少的状况 但是明后天 华南会有水汽在进入到我们台湾的 我们从卫星云土 看一看云层发展的情形 华南出来的云层大部分位置 大概都是从北部海面这边通过 昨天预报误差比较大一点的是在北部的近海 有云层发展起来 造成了这整个大台北 甚至到桃园还有这个基隆这一带 降雨就比较明显了 那除了这一小坡的水汽在这边发展起来之外 没有看到华南明显的水汽在进来了 随着这个北部的这个云雨区减弱之后 今天的降雨对北部而言会减少 大概大台北的山区北亚岸 有时候漂一点雨而已 其他地区都是寝道多云 明后两天 礼拜六礼拜天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华南进来的水汽可能会开始变多 那目前的资料看起来 华南进来的水汽对地面而言的话 可能没有直接的降雨 但是水汽增加了 加上东北风在吹 那这种迎风面的地方 北部东半部降雨的机会就增加了 这个是礼拜六礼拜天天气比较不稳定的地方 那现在的水汽比较少 我们再从雷达这边来看一看 东部外海是有很多的云雨区 但是在外海地区对陆地这边影响就不大 那昨天就是在沿海这边发展起来 然后再进来桃园 这一个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北海岸这边降雨就比较明显了 现在这边云雨区发展的状况已经减弱了 所以北部的天气相对的就比较稳定了 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来看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山区还有北海岸 零零星星下一点雨 东部也是一点离心的降雨 等到了今天的晚上 明天礼拜六的清晨 台湾上空的降雨更少 在北海岸还是有一点 那到了明天呢 华南的水汽进来 加上东北风在这边吹 地形性的降雨就开始产生了 北部东部这边可能降雨的机会开始增加了 那礼拜六的晚上到礼拜天 华南进来的水汽 在西半部这边的降雨 可能会扩展到新竹 甚至苗栗这一带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今天各地区详细 就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 先来看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这个华南云溪进来就两天 礼拜六跟礼拜天 包括礼拜天可能北部也有机会下雨 气象鼠目前估计出来的是晴道多云 但是这个有机会再修正 变成它是会下雨 温度上面未来这几天北部 好像上升的并不是很明显 最主要是礼拜六礼拜天 云量又变多又下雨的关系 到了下个礼拜一天气比较稳定以后 温度就上去了 但是纵使温度上去 这种早晚还是会冷的 那东部地区看起来好像天气都很稳定 那事实上礼拜六礼拜天 下雨的机会也会跟着提高了 温度上面缓慢的在上升当中 那早晚温度也是比较低的 那至于说在中南部这一带呢 未来这一个礼拜对中南部而言 大部分都是比较稳定的 还是有一点变数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目前虽然看起来 华南的这种水气带来之间的降雨不多 对中南部影响不大 但是还要再观察 会不会为中南部带来下雨的状况的 那这温度上面就往上升了 白天的温度有些地方稍微比较偏高一点点 但是一大早温度都偏低 日夜温差相当的大 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一大早大概都差不多只有13度左右而已 温差很大 早晚这个保暖的工作还是要做好的 看一看今天各地区的天气预报 现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今天呢云量会比较少 但是要看到阳光的机会应该不高 白天的高温大概上升到17度上下 另外中部这边阳光就比较强了 白天的高温来到21度了 南部地区也是比较晴朗的状况 高温大概来到23度左右 但是跟中部一样 这种日夜温差都是比较大 东半部有一点局部短暂雨 基隆北海岸这边是可能稍微比较明显 高温在18度左右 横湖金门还有连江晴道多云 7度到18度之间